KID林博生 經營的野人火鍋新竹店 日前被顧客投訴 點了A5和牛端出來的 卻是鞭角劣質牛肉 爆出消費爭議 他先是發文道歉後 終於在12日首都現身 出來說清楚啦 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在錄影 然後就是我錄影結束之後 我就看到了訊息跟電話 然後我就馬上來處理這件事情 那因為我是這間店的老闆 所以我就是直接 就是負責 負責任到底 所以我就會最快的 那先做出一個決定 就是先調了總店的人過去 那等於我們就直接先說 是那個退回營運時間的這個房子 這兩天都一直都有在處理 然後後來也發現 總店的這個人手也 下去的話總店會不夠 所以我就直接 再新的決定就是說 那就是新竹店先暫時的停業 然後讓它就是準備到最好的時候 然後再重新的開燈這樣子 新竹店是就是最近開的 那也就是有點在疫情比較就是可怕的時候開 所以我知道他們的壓力 但也不是借口 有預計到大家要說嗎 沒有沒有準備好再說 我們還是非常堅持著我們要的一些品質 我其實都有私訊他 我這兩天其實沒什麼順 然後我就有特地的找到了這個消費者的FB 然後我有親自的去跟他就是說明一切一切這樣子 然後他也很好 然後他也有跟我講說就是很抱歉啊什麼的 我不是要把事情這樣這樣 我說沒有辦法 這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進步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覺得我們是可以就是被大家指教這樣子